冷森森的监狱里 一会儿囚犯对一个男子无情是宝 扎大腿 割脚心 全拿脚踢 要多狠有多狠 奇怪的是不久之后 这会儿囚犯都将男子奉入神明 尊崇有加 这是怎么回事 这名男子是有何等魔力 可以降服这群屡教不改的罪犯 大家好我是老吴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扣人心弦的悬疑片 台仙 老刘原先当过兵 在越战期间参加过战斗 自感罪孽深重 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每天只吃原始食物 禁闭自己用心赎罪 据说他已经看了五十遍圣经 每个眼神 每句话都能够射人心魂 短时间内 身边便聚集了大批忠实信徒 信徒们都把钱捐赠给老刘 这直接影响了三德祈祷院的利益 院长举报给当地的刑警 说老刘招摇撞骗 警察随即对他动用私刑 老刘不服 说那些钱都是想起本自愿捐给他的 是大家要一起建房子 一起赎罪的 可钱刑警却丢给他一个本子 上面都是乡亲们的亲笔签名 状告老刘骗了他们的钱 那些信徒把老刘给卖了 老刘随即入狱 一会儿囚犯抽到指使 对老刘无形施暴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囚犯却都真心悔过 要知道这些都是屡交不改的惯犯 这老刘到底是如何符合人心的呢 钱隆德找到老刘 想要深知其中的奥秘 但是老刘却无从解释 那都是他们自己的觉悟 最后才找钱隆德帮一个忙 他让钱隆德去找村里的女孩英智 向他寄来手中的圣经 钱隆德按照老刘的提示 找到了圣经中的一页 上面写着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而书位的最上方是四个人名 就是这四个人 在当初欺负了英智 导致英智怀孕 又把婴儿丢到盒中 先行警抓到了四人 在英智的眼前 狠狠地暴打这群恶徒 先行警再次找到老刘 他原以为老刘是个骗钱的骗子 现在觉得老刘很有正义感 也很有教化他人的能力 钱隆德做了二十年的刑警 逮捕过各种罪犯 但是这群人屡教不改 出去后又犯罪 他就再去抓他们 他厌烦了这种事情 钱隆德提议 他们两个一起合作 他去抓坏人 然后让老刘 教化他们重新做人 他们找个地方 重建一个村落 专门和那群混蛋们生活在一起 这种救赎 不正是你想要的吗 老刘思索了许久 答应了钱隆德的请求 转眼便是25年后 一天夜晚四个身影急慌慌的上山 在一个房屋内 满头白发的老刘咽气了 现行警此时已是村落的村长 他看到老刘出了神 第二天一辆汽车赶着夜路来到村里 这个人是刘海国 是老刘多年未见的儿子 村里来了陌生人 三人脸色尴尬 神情紧张 村长镇定自如 带小刘去见了父亲的尸体 小刘看着父亲的遗照 心里隐隐作痛 嘴上却不依不饶 他无法原谅父亲抛家妻子的过往 今天来只是出于礼仪 走个过场而已 葬宴上 村长带着胖石四人 为小刘解放起沉 杯酒下肚 胖石和老白开始一唱一和 话里话外都在提醒小刘 葬令结束后就马上离开 小刘心思细腻 爷爷觉得这几人有些古怪 拥餐完毕后 小警官匆匆离开 他是来确认父亲死亡信息的 可为何连尸体都没看 就要走人 小刘上去询问 却被告知村长都看过了 用不着再确认 小刘满心里疑问 这村长管的也太宽了吧 这时身后的村长打电话 让医生明天过来 神色颇为不善 第二天 医生验尸时 又问小刘什么时候离开 小刘追问父亲的死亡原因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小刘 他们莫名的发火 怎么着 怀疑我们谋杀你爸呀 村长也怒上心头 指责小刘 这么多年都没来过 现在想起孝敬你爸了 小刘一时语色 默然不语 刚才还趾高气扬的医生 一见村长 立马逼宫逼境 一脸惨媚 小刘忍不住想 这群人肯定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葬离过后 小刘决定暂住几日 他想要收拾一下 父亲留下来的遗物 村长便安排 在商店给小刘找一个住处 商店的老板就是英智 面容较好 对人和善 晚上小刘到屋内 没法上网 他出门去寻找英智 却发现老白 提着裤子 从英智的房间里出来 再接着 胖石也鬼鬼祟祟的进入房间 最后来的是大高 小刘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 错误之下满心的嘲讽 这些人在远离城市文明的同时 也远离了伦理道德 人人都活成了禽兽 最后英智出来 疲倦了清洗自己的身体 第二天 小刘来到市区银行 查看到 父亲鸣下的一块地皮 被卖给了村长 但是在户头内 却没有应得的房款 接着小刘去杂货铺买东西 去网吧上网 可不管小刘做什么 都有人立即打电话给村长报信 晚上小刘来到父亲故居 路上打电话给检察官好友 请求帮忙调查父亲的财产情况 顺便再查一下这里的村长 秦隆德 此时 胖石正在地下室 鬼鬼祟祟的翻找文件 小刘忽然听到声响 转头发现了房间内的地下室 小刘到地下室查看 结果除了杂物 什么都没有 第二天 小刘受邀去村长家做客 村长家在半山腰上 居高临下 可以看到村民面的一举一动 他告诉村长 在父亲的房间内 发现了很多账本 有不明明的债务问题 还得请村长多帮忙 晚上天降大雨 小刘在父亲的房间内睡下 此时 一个手拿绳索的神秘人 正赶往这里 小刘听到声响 吓坏了 结果门口的灯光亮起 是大高 小刘忽然现身 吓了对方一跳 大高语无伦次地解释一番 然后离开 他来干什么 这个屋里到底有什么秘密 让他们那么紧张 然后晚上 小刘就再次来到地下室 仔细搜查 结果从一堆账本背后 发现了一个暗门 暗门后是一条隧道 这个隧道四通八达 在一个尽头处 他听到了村长和胖石的对话 父亲房间的密门 竟然直通到胖石的房间 此时村长所拿一份资料 那是关于小刘的调查记录 身份证号 婚姻离异 还有和检察官的关系 上面都调查了清清楚楚 小刘惊恐万分 不寒而离 这村长究竟有多大势力 他慌慌张张的原路返回 却看到地板上 多了台录音机 上面还有盘磁带 他按下播放键 里面竟然是一段段 村民的犯罪实录 年轻时的老白 是一家酒吧的老板 忽然有一天 他的酒吧着火 老白急痛痛地赶回来 打开房门 里面全是帮他赚钱的女人 大火熊熊燃烧 女人们苦苦哀求 可是老白忽然笑了起来 转头把房门锁上 任由他们被活活烧死 另一段是年轻时的胖石 他和好友正在激烈地 追逐一只野猪 忽然胖石举枪 把好友射杀 并且连补了好几枪 当时千龙德抓到他们 对他们疯狂殴打 看到这个时候 感觉千龙德真的可以 饥饿如仇 可专脸 他便邀请两人 一起加入重建的村庄 由他和老刘一起创建的村庄 他们互相知道自己的罪过 互相监督 时间久了 村里的人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稳定 谁也想不到 在偏远的村子里 竟然聚集着一大批 罪大恶极的暴徒 小刘决定调查下去 他私自来到胖石的房间 在衣柜里 发现了那碗所触及的密门 然后在里面 发现了父亲房间丢失的文件 这时忽然胖石出现在门外 他进来用头抵着小刘的胸口 说着有关老刘的事情 老刘跟我们住在一起 你觉得他是什么好东西吗 然后一下刺中了小刘的腹部 完了胖石觉得不过瘾 转头去拿斧子 小刘趁机逃脱 他往山上跑 胖石穷追不舍 最后在一个断崖处 小刘拿起个石头 一击命中胖石 胖石一阵眩晕 跌落断崖 刚才在出门的时候 村长和大高刚好赶到 他们看到胖石的身影 一路追随过来 结果在这里看到了胖石的尸首 此时小刘假装路过 好像在说这事和他无关 可村长怎么可能相信他的话 小刘借口回家 然后赶紧把胖石加弄了血迹 心里干净 通过隧道 一路逃回父亲的房间 此时小刘体力不至 一到家便昏倒在地 一觉醒来时 已是第二天早晨 他艰难起身 发现小腹上的伤口 也被人细心包扎 枕边还有一本圣经 上面写着三德祈祷院 他随便翻了翻 看到画片处有一句话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上面还写着千龙德的名字 这个标记在电影前面出现过 小刘打电话给检察官 汇报胖石一事 检察官提醒小刘 村长以前是名刑警 能力很强 名下有高达2000多亿的资产 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倒卖地皮 并且他还调查到 三德祈祷院 曾经发生过一起 集体自杀案件 这个案件也和村长有关 胖石死了 大家都很伤心 其中最难过的 就是和胖石朝夕相处的老白 这时小刘过来悼念 老白直败地邀请他去家里 他会告诉小刘所有事情 包括村长 包括英智 包括老刘 晚上小刘如约而至 可到这里 老白直接袭击了小刘 把他痛了一顿 然后绑了起来 他告诉小刘 你以为你爹是受害者 有没有想过 老刘也许也是罪犯 说完之后 老白去仓库拿镰刀 小刘趁机用火机 点燃了身后的房屋 老白看到大火冲了过去 要砍杀小刘 此时英智忽然出现 叫醒了老白 老白由于片刻 然后冲进屋里 疯狂抢救照片和文件 等他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火焚身 活该 这也算是因果报应 村长进了老白的房子前 看到如此惨像 他迅速赶往自己的家中 打开全村探照灯 看见小刘的汽车 缓缓开出了村子 是英智救下了小刘 汽车带他赶往医院 此时小刘逢死大难 心灰意冷 想就此走掉再也不回去了 英智却劝他不要放弃 这不只是你的战争 也是你父亲想要的 此时电话响起 村长询问小刘的下落 英智毫不隐瞒 如实相告 小刘听到后 大叫的赶走英智 英智打力回家 在房间内脱去遗物 躺下去 村长竟然在这里等候多时 他对英智连神巴掌 教训他的自作主张 如果再帮他 我就杀了你 睡觉 第二天 小刘从医院醒来 他想要偷偷离开 出门却撞见村落里的警察 警察要强行带走小刘调查 小刘之后打电话 向检察官好友求助 片刻后 朴检赶到这里 强行带走小刘 两人驱车重新回到村落 村长迎面赶来 他之前和朴检是见过面的 那时候村长脱关系 找到朴检的上级领导 想要在朴检这里打通关系 还好小朴正义凌然 不吃他这一套 夜里 在让小刘两人探讨案情的时候 大高忽然开门闯入 接连几日的事件 让大高精神崩溃 他向检察官全盘拖出 所有事情都是村长安排的 他只是完全的服从 要我打就打 要我杀就杀 给当官的贿赂 给议员贿赂 让别人签字就签字 不签字就剁手指 大高越说越举动 最后直接歇死底里的浑身颤抖起来 他其实从小是个傻子 被村长安排进村 暴力掌控 此时在地下室的暗门处 村长的冷眼 爆出凶狠的目光 第二天村长把大高叫到河边 怒制了大高的背叛 半晚警察便在河流中 发现了大高的尸首 小刘看到这里悲愤交加 他打电话给检察官 决定要跟村长开门见山 以牙还牙 回到村里 他看见村长在院中悠闲用餐 杀了人还能如此悠闲此责 小刘恨得牙痒痒 他一把掀翻桌子 质问村长 是不是他杀死了父亲 村长并不慌张 讲出那段几十年前的故事 当年 他和老刘带着英智 胖石 老白 大高等人 来到此处建村落户 老刘以精神领袖自举 生活中逼着大伙食粗粮 吃素菜 天天提醒大伙要赎罪 他们起初还能在表面上 对老刘表示恭敬 时间一久就暴露出本性 一天晚上 村长带大伙从城里找完乐子回来 被老刘逮个正着 村长索性撕破点 提醒老刘捡好就收 他只是利用老刘 收买人心的能力 聚集人气进个村庄 让这里成为他违法犯罪的折修部 此后 村长更加肆无忌惮 带着胖石等人 在附近低价收购厂子 地皮 墙买墙卖 鱼肉百姓 老刘发现后 当晚便拿着匕首 去行刺村长 然而村长早有防范 带着众人 当场将老刘狠狠教训一番 老刘想当神 他只想当人 当那种 揪着别人的脖子 掌控别人的人 老刘只是个傀儡 他这种俘获人心的能力 还是帮村长 啥了不少事的 老刘从此一蹶不振 被软禁在家 听了上面的故事 小刘沉默了 村长邀请他 明晚去家里坐一坐 听一听剩下的故事 此时 朴槿正在安排人员 加紧调查村长钱龙德 可是钱龙德的影响力很大 他的账户 没人能查得到 中途 朴槿接到一个电话 是英智前来求援 晚上 小刘准备好匕首 准备和村长做个了结 英智过来劝他不要重动 并告诉小刘 自己那段 不堪回首的屈辱 自那次老刘失事后 所有人都不再理睬老刘 只有英智还感恩老刘 使他当初帮自己 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村长找到英智 直接了当地问 你是在哪边的 如果你想要老刘 完整地活下去 以后就得听我的话 然后晚上 村长第一个再次睡下 再接着变成老白 胖万和大高 他一个弱女子 无苦无依 只能屈从就范 晚上 瞧眼带动大批警力 赶往村庄 小刘则如约 来到村长的家中 小刘拿出准备好的匕首 问自己父亲的死因 村长的冷不丁地 拿手枪挠耳朵 他坚称 老刘就是年事已高 自然死亡 此时 朴剑带人赶到 西厨村长述从罪行 要将他缉拿法办 村长以为对方没有证据 只是虚张声势 可朴剑已经掌握了 村长的罪证所在 是英智检举了村长 此时 在商铺内部 村里的警官正拿着汽油 泼向所有的证据 一把火点燃 瞬间发生爆炸 那人也被火海吞没 英智立马指出 那个小警官 就是村长的儿子 村长毫不悲伤 反而狂放大笑 众人不禁怒上心头 这人当真毫无人性啊 此时 小刘还在追问父亲的事情 村长告诉他们 三道教院 37条人命 全是老刘毒杀 当他赶到现场时 院长还没死后 临死前 说出了老刘的名字 英智当场否认 因为他当初 确实和老刘 去了三道教院 老刘进去没两分钟 就出来了 村长开车过来 接着和老刘离开 英智坐在后面 看到村长耳后 残留的斑斑血迹 还有带有血迹的手提包 这说明村长才是真凶 村长极力否认 当初自己是警察 怎么可能杀人 那么三德教院 案件的真凶 就可能是老刘 紧接着英智指出 还有大批账本证据 那是老刘当年特意留下的 证据在手 村长不再否认 他忽然大叫的发现怒火 最后举强自己 这个村落了罪恶之手 终于死去 之后小刘从事件中解脱 和嫖剑通话问号 再次来到村落 这里已经被改造成 度假村的模样 小刘抬头看见英智 正在村长原来的居所 规划着村落的未来 两人相视一笑 可忽然小刘想起 当初打电话 通知他父亲死讯的 正是英智 小刘愣住了 他抬头看着英智 那女人阴森的表情里 慢慢浮现出一抹冷笑 自此电影结束 这部电影片长 两小时四十分钟 剧情跌宕起伏 连续的悬念扣人心弦 其中多个疑问 让我从头看到尾 都没有解开 之后有连续反复观看多次 终于有了答案 先入三德教院 几十雕人命是谁杀的 我原以为是先龙德 看到多遍之后 劝斥老刘 首先先龙德当年还是刑警 并且一辈子都以此为好 所以不太可能 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 老刘虽然信教 但是信教不代表不会杀人 那些教徒 原本是捐钱给老刘的 后来反水 说是被老刘骗了 自动卑地的行径 在老刘这里 可能是犯了大忌 就像英智最后说的 老刘杀人 可能代表着审判的意味 而千龙德在车里 说送给老刘一个礼物 意思应该是帮老刘洗脱嫌疑 把大兴谋杀 改版成了集体自杀 整部电影看似着小刘 误入村庄 破解了罪恶村长之谜 而实际上 是英智的窝心强胆 完成了他的复仇大忌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是老刘交给他的信念 他是为了保护老刘 才被迫受到村长的管控的 可老刘死了 他就没有再受到 胁迫的限制 从那一刻起 他便开始了 自己的复仇大忌 打电话叫小刘回来 然后暗中帮他渡过难关 包扎伤口 放录音带 还有那本圣经 都是因之所为 村子里的每个人 都有黑暗的过往 他们像台线一样 经不起阳光直射 老刘背负几十条人命 走不出内心的自我审判 最终只能在村长 罪恶的巢穴里苟且偷生 村长带着恶徒 躲到荒山僻野 在法治之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像台线一样 肆无忌惮地繁殖 生长 小刘的到来 就像一道强烈的阳光 必将这里的台线连根毁灭 至于英智 他一直像台线一样 默默生存 缓缓蔓延 忍受着一切虚辱 终于有一日 他强大到足以摧毁 磅身之时 烈变心声 这部电影揭露了人性 又讽刺了当地的宗教 是一部被人低估的悬疑佳作 很适合一个村子的人 一起观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关注无聊电影 聊更多好看的电影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